为人父为人母不管孩子到了几岁都还是认为他是个孩子 来看看呢就在苗栗的吕老太太吕陈梅 他今年呢都已经71岁了 30年前呢他为了照顾车祸瘫痪的儿子到工厂工作 不时还要跑回家来帮儿子翻身清洁 而最后呢儿子也在他的鼓励之下破茧而出 现在呢是有了正当的工作 而更激励人心的是 现在母子俩可是发挥了极力利人的精神 他们要创办菜园免费种菜送给需要的人 菜园里71岁的吕陈梅拿着锄头弯腰使劲爬土 尽管年纪大了身体人相当硬朗 穿梭在菜园里从高丽菜到小黄瓜 种了满园子的蔬菜 通通都是要免费送给低售入户的 这么有爱心是因为吕陈梅也曾走过人生低潮 长年坐在轮椅上的儿子李万春 曾经车祸瘫痪重伤住院 靠着母亲努力赚钱供医药费 精神上的加油打气 因此被母爱感动走出阴霾 现在在仲介公司上班也有稳定收入 我做完就像A品的 他有需要 他要冲什么转给他还心 很感谢他 没有他一直支持 我也没有办法都自己保出来 吕陈梅独自一人咬牙苦撑 边工作边打理家里 还要照顾瘫痪的儿子 整整30个年头无怨无悔 现在还和儿子一起种菜 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 这不像逆境低头的强劲生命力 令人动容 就是母亲姐快到了 我祝福妈妈身体健康 什么都好 然后我要跟妈妈讲 母亲姐我爱你 总的一位苗栗采访